不能因为自己选情不好 骂选民不入流 说什么几流的选民 几流的选民 这很不好 应该要为民表率 用语用词内容 都应该要相当的水准 不要出笔不堪 苏贞昌讲话酸溜溜 因为此前韩国瑜说出 有几流的人民 就会选出几流的当局 再加上质疑蔡当局 潜见自造被绿营猛攻 韩国瑜用语出笔 想法都还落在当年的旧时代 你现在的时空背景 台湾的进步好像好远 韩国瑜先生都读点资料 不要看不起自己 一提到韩国瑜 苏贞昌就火力全开 而韩国瑜方面也回击 一提一个接着一个 韩国瑜似乎做好接招准备 暗语蔡当局动用公家资源 刺激而发 这样的政党很可怕 这么多绿军的支持者 把选票给了民进党 但是带来了三年半的执政 有这么多贪污腐败的案件发生 这么多派系分张 这么多错误的政策 我特别呼吁一下民进党的支持者 把眼睛擦亮看清楚 民进党也没有把执政 等于掠夺 这是可怕 蓝绿隔空较劲 平换议题 2020选战越来越激烈 感谢观看